親愛的 那台黃色的有沒有很適合我 那台黃色的有沒有很適合我 那台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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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買就要去蓋車庫了 就不想醬 夠用 我記得 會不會 更多的 你還好 可以 你不喜歡 可以 好 你不喜歡 甚麼 我會可以 你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Nissam 它的一個算是世界級的展覽廳 它不只是展示中心而已 它有類似博物館的感覺 還有形象館的感覺 所以在這邊看到不管是京廳 行車 甚至是超棒的顧目 就像在車展一樣感覺超棒的 這邊也有很多覺得很棒的車 但是我是頭腾愛好的 這邊只有一台車子讓我特別有吸引力 就是 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台 先從內裝開始吧 現在來到橫濱 這邊正好有一個BMW GOBO HQ 就是它的展間 看到最新的400Z的車子 這張好進在內裝裡面 幫大家拍外面 一些傳統的設計都還留下 我覺得質感還蠻不錯的 像是那個椅子啊 調整的按鍵在這邊 這個還蠻酷的 前後居然是在這個位置 對就是 它會創新但是不會把所有東西都把它消失掉 那按鍵的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看起來像觸控的 但是實際上它也把它變成是一個按鍵 我覺得質感的部分的話是到位的 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 在Z的這個車款裡面 它會講求一些 有關於跑車的一個邏輯概念 像前方的三環表 很精緻耶 我帶大家看一下喔 三環表的部分喔 分別是渦輪增壓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渦輪轉速 然後還有電壓 那在這些 新型的車子上面啊 你會看到就是全液晶的一個螢幕了 實際上這個真的並不是說一定需要的東西 但有時候那就是一種情懷吧 我把它縮小一點 它就是一種情懷 讓我們可以看到傳統JDM的一個 跑車概念 或者是呢 它之前的車子的傳統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蠻不錯的 附帶一體喔 這個排檔的感覺好棒喔 我的車子也是優價的 所以這對我來講是熟悉的 然後新的車款也改成是落地式的踏板 也蠻有歐氣車的感覺 重點是我很喜歡Z這種環繞式的風格 超漂亮的 那依然喔 是維持 純二座 所以後面 是放東西的 但是好像也放不了什麼東西啦 基本上喔 後面那個行李箱 可能連賽車的行李箱都放不進去 不過 沒差啦 重點性能好就好了 畢竟這是純跑車嘛 好啦 那內裝的部分的話喔 這個有機會回到台灣再跟大家介紹 先帶大家比方一下啦 主要是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外觀真的好帥喔 因為我自己也好喜歡 S30Z的 走我們去看一下 然後在內裝這邊喔 有看到一個蠻特別的 ETC Card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很棒 現在他們的新車啊 不管是像展示的GTR啦 或者是400Z 它都會有這個 那目的也是希望說不要像台灣 我們還要再額外再重那個貼紙啦 還是早期的機子 那實在很醜 它都直接設計在車子裡面 我覺得那個是對車子一個很棒的完整性的感受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是設計 然後他們製造 所以他們可以做出這樣完整性 台灣可能比較沒辦法 但是也是分享給大家 希望台灣未來可以再做一些改變 讓這個設計會變得更親自一些些 然後啊 這就是新的Z 代號是400Z 真的好漂亮喔 它就是很走復古的風格 所以啊 車頭的部分的話很有S30Z的那種傳統的概念 那大的進氣口 雖然必須要講喔 現在車子都不一定需要這麼大的進氣口 近看的話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打掉了 但是呢 復古的這個造型喔 就是一種情懷 跟一種設計的感受 我覺得它留下來感覺是很好的 那頭燈的部分喔 會有類似於像是後期出的玫瑰240ZG 它不是圓燈 它是把它封起來的感覺 很流線很漂亮 然後 車色的部分啊 在早期的Z 它有分2加2座 跟純雙座的 那400Z的部分 它就有純雙座的設計而已 那整個這樣流線型的線條 早期他們說是 美系 美國人的最愛 但是我覺得 這種 設計喔 不管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感受 啊 看一下車尾喔 然後行李箱喔 欸 很酷的設計 它不是從那個LOGO顯 它是從旁邊這邊顯起來 還蠻酷的 小小的行李箱 這個真的應該連一個賽車行李箱都放不進去 不過就是帥啦 真的很帥 可能 不要放賽車行李箱是可以的 好啦 那來欣賞一下喔 它外觀一些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Z很漂亮的地方 包含尾燈的設計的話 它也是採用傳統的復古設計 所以它裡面的話 盡可能講求就是 傳統那種四角形 然後切開的那種感覺 風格是在的 然後呢 很經典的Z的標誌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這樣才看得出特別的地方 然後呢 把手的部分的話是類影嘗試啦 那在上一代的Z33上面的話 它是做銀色的把手 但是這次是銅色 我覺得質感也很好 比較看不出門把手的一個風格 附帶一提 現在的窗框喔 金屬的窗框它是做在上面 我覺得這樣帶出流線型的線條 感覺很棒 然後最後就是修長的車頭 這個我覺得是最棒的一個 看Z的位置 真的很漂亮 以上 簡短的為各位分享一下最新的Z 這個車子我也好喜歡喔 跟Supra一樣 後驅手排 又可以拿來跑賽道 又可以玩甩尾 重點是動力又大又不用改 正好來到日本看到了 再去東京車展的前一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 搶先分享 那接下來呢 也會去東京車展 東京改裝車展 那到時候有什麼 新的特別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今天喔 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啦